时间回到1949年 国共战争结束后 海峡两岸两世界 表面上绝不往来 还面下密使成为国共双方 见不得光的沟通管道 两岸之间第一位密使 就是他李次白 毕业于皇甫军校 结束军旅生涯之后 在高雄经商 1950年6月1号 他奉蒋家父子之命 前往大陆和共产党共通 国家有难 你是皇后六七的 你应该出来担当一点 李次白的劝评中选 是因为当时大陆解放军 攻台重要决策人之一的陈毅 是他的殷勤 李次白经由香港到上海 转达了蒋经国的口信 台湾方面希望国共重启谈判 不要武力冲突 不料几天之后韩战爆发 国民政府重新获得美元 反攻大陆的雄心壮志 再度被点燃 李次白的任务变得无关紧要 就此被放弃 后来我们才知道 我不仅是被共产党 在青海劳改的 1978年 李次白才获准到香港 与妻儿见面 终其一生都没能再为台湾 1956年 前中央社记者曹巨仁和蒋经国 交情深厚 被蒋中正向重 请他前往大陆沟通 1956年 我妈妈曾经接到一封我父亲的信 但一说为了两党的和好 祖国的统一 愿坐桥梁前去北京 1956年 曹巨仁前去北京 三度见到周恩来 但记者出身的曹巨仁 事后忍不住用化名 把国公秘史的历程都写出来 不再被信任 秘史任务最终没有完成 为了秘史人选 两岸之间煞费苦心 1981年 新的人选出现 追随蒋经国几十年的退役少将 沈臣 他就跟邓小平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就说 我是国民党党员 完了他就讲 他说我是反共的 完了邓先生吧 他说抽了一口烟 而且停了能有几十秒 邓小平就是用非常浓的四川话 就讲反共不要紧 只要不反华就行 只是国共对谈尚未成功 蒋经国就去世 沈臣遭叛国罪起诉 被迫把过去七年密室经过 河盘拖出 换来无罪释放 两岸关系三十年来变化快速 包括国学大师南淮景 前总统李登辉的亲信 苏志诚和郑淑敏 都曾经担任过剧中谈话的角色 随着时代变迁 当初不能说的秘密 陆续浮上台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